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,福州市马尾区新莲花医院被设为该区的发热门诊及医学隔离观察点。 来自台湾的杨昭林是新莲花社会服务工作中心负责人。 作为专业的医护人员,她在得知疫情后,提前结束春节休假,大年初一就从台湾回到福州,投入工作,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热心关怀温暖着每一个人。 当然是不同意的,就是说能够别去就别去,或者说晚一点去,但是因为这也是承诺嘛,再来就是使命感。 2019年初,杨昭林来到大陆工作,成为福州市马尾区新莲花社会服务工作中心负责人。 杨昭林告诉记者,虽然春节提前离家,对家人有些愧疚,但她坚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 工作之余,她每天都通过微信和家人视频,与家人们报平安。 微信上面视频啊,电话上面啊,他们也会常常去问,那边状况怎么样啊,你真的要自己小心啊,口罩还够不够用啊,我们在这边很担心啊。 我说,没有那么严重啊,就是说我们在医院里面该做的防护措施也做得好,在这边也跟同事相处,大家也都是很健康,然后平安地度过这一个疫情,让他们比较能够放心。 回到福州的这段时间,杨昭林每天都要与医院工作人员一道,对隔离人员进行体温及有关症状监测,实时掌握他们的健康状态。 作为一名台湾社工,同时也是福州市心理咨询专家组成员之一。 杨昭林还肩负一项重要工作,那就是与隔离人员的交流疏导。 我们要让他们心情能够稳定下来,稳定下来去判定正确的一个资讯来源,再来是正确的防护措施,再来自己本身可以力所能及的把自己的身体顾好,防护措施做好。 这些隔离者的一个心理抚慰,还有他们的物质购买,以及跟外界接触的一个新技巧的一个学习。 除了做好医院的工作,杨昭林还要通过电话向所在社区的孤寡老人、困难户,传达正确的防护措施和居家保护办法。 杨昭林告诉记者,两岸都有爱他的人和他爱的人,在疫情面前,更需要两岸同胞齐心协力, 相互扶持。 在台湾的朋友他们也会说,你们那里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我们这边能够去提供的, 那我觉得真的在这个一个疾病面前,我们是没有分所谓的省份,也没有分所谓的什么两岸的一个关系, 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也同一条心上去做这个事情,这是让我特别能够感动的地方。 了解 感谢观看